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朋友很高興今天又和大家見面 有一段時間以前和大家說過男女的分別 在處理事 看生活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下 究竟我們一般 無論男也好女也好 是怎樣看事物的 我們怎樣去過生活和做決定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一個經歷 覺得不明白為何這些隊員是這樣的 可能他們看法和做決定的方法和你很不同 究竟透過什麼過程才能幫助你做決定 或是去過生活 我們可以研究一下 其實要去明白這方面 我們可以看一個架構叫做自我意識論 是幫助我們去明白自己和其他人 怎樣去看這個世界 有時我們每一個人都有很複雜的思想 和有很不同很獨特的思維模式 這個思維模式可以包括思想 我們對周圍環境的感應或觀察 情緒或感受 和有一部份人很著重自己的主觀需要 另一部份人很著重要行動 所以我想什麼都好 我要立即想到就去做 這幾種不同的思考模式 就會幫助我們去推動我們的反應 和推動我們的行動 這些自我意識論其實是內在 但亦是通向思想 情感和感覺的大門 這幫助我們去明白自己和明白別人 有時我們明白這個架構的時候 我們可能會明白到我們要多些去考慮 然後才做出決定 而不是盲目地衝動 這就是我們要介紹自我意識論的原因 我們想說一下這五類型的思考模式 都是五類型的人的習慣 第一種很容易明白的就是行動型的思考模式 就是這種人會第一時間想 有件事發生 下一步應該怎樣 我經驗和我的直覺 會否提供指引給我怎樣做 總之整個思考的架構 都是想怎樣做的 這是行動型的思考模式 另外一種人很著眼感應 感應的意思是怎樣 他是一個很小心觀察周圍環境的人 他很留意到別人的樣子 說話的聲線 他說的態度 他的表情 各種人都留意到 甚至周圍有些其他事情發生 他都留意到 我老公就是這種人 眼睛很膩 我記得有些東西 例如我跌在地上 他一看就看到跌在哪裏 雖然不是他跌 這種感應人的人 其實他有獨特的地方 所以他們很多時候 就用他們的感應 去指引他們應該怎樣做 第三種類型的人 就是有很清晰的 主觀需要的思考模式 這種人他們知道自己想要些什麼 有他的精彩地方 因為有很多人都不知道 亦都不太在乎 他要些什麼 就一由寡斷 但這種人就不是 他見到任何一件事 立刻便會想到 我應該怎樣做 我有這個需要 或者這件事如果這樣發生 我便會認同 或者對我便會有幫助 因為我真的覺得這樣是對的 是很清晰 他主觀的判斷也好 他很快便知道自己想 這件事如何進行出去 這是第三種思考模式 第四種思考模式 就是他很注重思想 思想型的思考模式 我最近聽一篇《道》 就是一個我認識了幾十年的朋友說 我說幾十年如一日 他一直都是這樣想事情 他怎樣想事情 就是他很喜歡引經據典 講一下他一些新的領袖 從一些書本 然後就有些東西集中資料出來 他又將它整合在一起 然後再想想這些資料 是怎樣幫助我 去訂立我的價值觀 和自己的看法 有沒有一些原則 一些信念 可以指引我怎樣做 這種人很思考型 可能會慢些才做決定 那麼多事情要想 這是另一種型 第五種型 我想我們會比較容易掌握到 就是有些人很著重感情情緒的思考模式 這種人會馬上想 我現在有什麼感受 這件事令我有什麼感受 例如我很生氣 這件事令我很激氣 或者這件事令我很生氣 很開心 或者這個人幫我一起做這件事的人 他是我很欣賞的一個 我就會覺得做什麼都可以 這種人就是用他的感情和情緒 去主導他做什麼決定 或者怎樣行動 這是我們的自我認識論 其實自我認識論 好像很複雜 但是我們相信有很多朋友 如果你聽完剛才介紹的五個型格 你都馬上會覺得 其實真的很多人是這樣的 這是幫助大家去理解自己 和自己隊員更多 希望能夠幫助大家 接納自己和別人 拜拜 剛才提到有五類型的人 他們是怎樣想法的 那麼你認為自己是屬於哪一種 比較多 你可不可以把你工作的 團隊的主要成員 想一下他們是怎樣想法的 屬於哪一類呢 你認為哪一類型的人 會是最好的團隊成員呢 多久 你覺得自己是否只好 都覺得自己做一個 那些人 都敢做一個 非常多 而且 是